如果我们的世界变得安静了 就好像是这样 他们的世界是安静的 但是他们的世界里甚至比平常人更丰富多彩 我和我也没认识是在两三年前 一个咖啡的活动上 刚开始我不知道他是聋哑人的时候 他主动来跟我打招呼 我的第一反应是 好像他跟平常人有点不太一样 当他拿出手机在屏幕上边打了几个字 我是聋哑人的时候 我意识到他是不平凡的 他的开朗和微笑会让你觉得 他的世界跟普通人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加了微信 偶尔我会关注他们的生活 他们聋哑人咖啡师有一个小的圈子 他们也是因为喜欢咖啡结识在了一起 慢慢我开始关注到身边的这些无声的咖啡师 我觉得他们需要被大众关注和理解到 于是我联系到了韦明和他身边的 聋哑人的咖啡师朋友 那跟他们有了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 那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聋哑人的世界 对于就是聋哑人来说 他听不到 然后呢 他也不能说 所以说他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 他也不能听到他萃取啊 或者是打奶泡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呢 他们也能很好的就是这种判断 正好我觉得蛮厉害的 今天呢 我把就是聋哑人咖啡师 然后全都请在了一起 我也蛮想采访采访他们 我觉得这么多的人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说话 我其实这也是第一次啊 我面前放了一台电脑 就是方便为了能够打字跟他们沟通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了 坐在旁边的这位呢 他带了助听器 然后他能根据我说话的声音 然后呢 他可以翻译给其他几位聋哑人咖啡师来说 这样的话效率会高一些 开时间 那天 热 热 他是定美食 然后呢 他也是美食 热 热 热 他是定美食 嗯 定美食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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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国际熟女和中国熟女会有 哦 全球 和话不同 和话不同 他们的熟食也不一样 哦 在中国也一样 中国 不透的地方都会有不透的方言 就像我们的大熟食 也有方言 哦 不是同意 就是因为文化不一样 用到的手语也是不一样的 好 那奥白来了 哇 哦 哈哈哈 奥白 然后拿铁 这是那个太阳花 太阳花 向日葵嘛 向日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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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自我介绍呢 我先从这边来 来说 然后他说 大家好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叫蔡宇杰 他还有一个故事是说 海伦凯勒 哦 海伦凯勒 应该也是一个聋哑人 然后他从小就听不见也看不见 但是成了作家 这个人应该也是激励他的一个动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别人不可能都懂 要想让别人懂你 首先就是愿意和别人交流 哇 真的是 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励志的 陈璐蕾 他是来自上海的 然后呢 他目前呢 是做这个兼职的咖啡师 大家好 我是李杨 然后大家叫我杨杨 很高兴认识大家 是来自厦门的 我叫黄伟明 然后他 我觉得他是非常自信 平时 如果你要不知道 他是隆亚人咖啡师的话 就比如走在街上 你们擦肩而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是一个就是比较 阳光文艺的 一个人 hello 大家好 来自河北青黄岛 他是河北青黄岛的 我叫苏万航 外号爱德华 他还有一个 他还有一个就是外号 然后我是无声咖啡师 然后身边每一个无声咖啡师 非常感谢你们 关注一下 哇 谢谢 谢谢 平时 我说就和客人沟通 大多比较顺利 嗯 客人都是比较理解和足足 嗯 嗯 近乎 很少喝到 不能客服的困难 嗯 口口唇简单的来交流 应该就是唇语 呃 有的时候呢 会用纸和笔 然后还有手机打出来字 给到客人 唇语一点 也不能说你好 嗯 很简单的 简单的 看唇语不多 说话很长 还不多 嗯 对对对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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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对对对 然后伟民的话呢 他说就是呃 这个工作就是让他也成长了很多 即使不被理解 他都会呃很耐心的跟顾客去服务 他在店里边的时候呢 就是客人来的时候 他首先会说他是一个呃 无声咖啡师 然后呢 当知道他是无声咖啡师的时候 那客人就知道 就是说跟他沟通用什么样的方式 嗯 他们也是用他们自己的一个方式 来服务好客人 让客人去来到店里了之后 就是感觉呃很舒服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说就是说有一件事 就是他记忆犹新 他遇到过一个客人说 嗯 他们的咖啡的味道很浅 就是很生气 说他做的咖啡的味道跟外边不一样 碰到的这个客人呢 可能就是因为咖啡豆的这个烘焙的深浅度不一样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然后就就是抱怨说咖啡不好喝 说话的声音也特别大 也影响到了他旁边的一些客人 啊 说明解释了之后 后来还是他还是重新给这个客人 又做了一杯浓缩咖啡 呃不过他说就是遇到这种客人的概率还是比较少的 这边呢他呢就是今天他有点事情 他等一下要先走 所以说呢 那我会把采访他的问题先说完 说完了之后呢他就要先走了 工作的状况就是说他有三年的咖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是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工资的情况是多少钱 还是比较敏感的这个就是他可能不愿意 就是不方便说对吧 嗯 然后这个伟民呢他曾经就是一天工作过14个小时 但是他也开心 呃他说他他目前呢他不是全职 他是一个兼职的 嗯他的兼职呢是25块钱一个小时 嗯 兼职25一个小时是比较应该是比较低的吧 正常的话应该是30块钱一个小时 如果是做兼职的话 哦 然后他每天的工作的时间是呃9个小时 呃属于一个兼职的状态 然后我看一下你的了 然后他是全职的 然后呢他全职的话呢就是 但是呢他店里边只有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休息 呃如果要是他加班的话 他会就是加班费是21块钱一个小时 他目前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工作状况 那然后基本上的话 我看他们加班应该都是20多块钱一个小时 然后伟民说他他喜欢民谣 啊他是一个文艺小青年 嗯就是他带了注听器 他是能听到音乐的 但是呢他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OK 用两双眼睛看世界 有了景点 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喜欢静静的感觉 看唇语一点点会 然后这个的话我有点不太清楚 看唇语全世界有了景点 哦 你是喜欢旅行 哦 就是说他喜欢旅游 嗯就是带了注听器 能够帮助他们听到 嗯但是像这些音乐和电影 啊他是听不懂的 嗯 嗯就是说如果他是从小 从小来学习 我们的这门语言的听力的话 他就能听懂 嗯 哦从小到幼儿园 学校读的 嗯又教唇语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是说 他他说就是我对无声咖啡师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接触过太多 我也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呃所以说呢我就抛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那这些问题我采访完了他们之后呢 就是我大概了解了他们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边 呃肯定还会有更多的 他不是从事咖啡行业的 没有太多人关注到 呃这样的一群人 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之后呢 我才会我才有比较深的感触 就是说我身边的这几位咖啡师呢 他们都是非常上进的 嗯然后他们是非常积极的 他们的生活状态呢 就是非常非常正能量 因为他们交流上有障碍 但是呢他一点都不抗拒和你交流 然后呢能够很勇敢的来跟你交流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这样的一点 韦明在问我说 我们这边招不招聋哑人的咖啡师的一个培训 然后我们方不方便教聋哑人 我们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和实力的话呢 呃就比如和韦明一起来合作 来专门收一些聋哑人的咖啡师 然后呢进行培训 然后免费培训其实都ok的 我本来以为就是说呢 呃可能跟他们沟通或者是采访的话 会有一些障碍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我觉得沟通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非常感谢他们 感谢感谢 真的感谢 你 们 很 棒 啊加油 啊学会了学会了学会了 马上要中秋节了 然后呢这个月饼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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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学会了一个词月饼 来来来来 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接触的残疾人可能并不多 但是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报道 截止到2020年也就是今年 中国的残疾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9000万人 接近1亿 这些人中包括视力残疾 听力残疾 语言残疾 肢体残疾 还有智力残疾等等 这些残疾人中 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聋哑人 我们每个人平时都会听音乐 看视频 看电影 但是当这个世界所有你经历的一切都没有声音 没有音乐 你听不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声音 也听不到大自然 灵动的声音 想到这里我会觉得有点焦虑和惶恐 但是即使这个世界它是无声的 安静的 沉睡的 或者是黑暗的 那他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那我看到他们依然还是这么的乐观 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小世界里边 享受着那份简单的快乐 那今天呢我感受到了他们精彩的世界 我也要把他们的精彩世界分享给你们 不管点点月亮也不能送你星星 对你来讲我只是播放气力的声音 我无法戳越屏幕在夜里般激进拥抱 当我能听见你心里发出的折肘信号 我知道你也想要变好和苏健一样 在陪妈妈散步你们曾经走过的地方 和朋友们是小打闹着青春在激荡 夜里的蛙鸣和正伙伴们的前身低潮 最近你相信以前都会变好的 你会二十长大成人会慢慢变老当 生命的每一个过程都会充满乐趣 来自世界的恶意不过是一场闹剧 已经坚持到了现在你看你有多棒 就让我陪你一起经历命运的破浪 你一定会长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当觉得累了就把这首歌曲问多棒 这些你的问题你无需向谁证明 世界的恶意不过是一场闹剧 如果现在年龄没剩下多少勇气 Don't be afraid 我会一直陪你 来自世界的恶意 来自世界的恶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